猫指甲整个掉下来了 有的时候我们饲养猫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一下子发现它整个指甲都脱落了 那这时候出血又比较多怎么办 其实碰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呢 大多都不要紧慌 因为它可能自己咽啊 或者是自己啊 在一个不合适的一个动作上面 造成了整个指甲的一个翻离 那翻离以后 第一个就是止血吧 那止血呢 通过止血粉通过压迫 往往一天的时间呢 它就能收血收得很好 那这个之后一定要给它戴头照 因为猫猫它不太懂得很多的医疗知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它碰到这一种伤口的时候 它都会去舔 越舔越出问题 所以要给它戴头照 戴上头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等到它自行的档合 有的时候尺根没断的时候 它还会经过一段时间 能长出一个完整的指甲出来 那就好了 那有的时候尺根断掉了之后呢 它就不会再长出指甲 但是因为现在加氧 对于一个活动啊 运动零的要求都会比较低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也没有太大问题 缺一个指甲就缺一个指甲 只要是安全的 安然无恙子就好 请订阅促ün match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